字幕君 市民心聲大家來聽 大家好我是清碧春 歡迎在此收看市民心聲的節目 由李總統和立委的選舉 這場兩位 那麼如接近選舉 各種的妖言 各種的團聞 就滿天杯 到底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我們特別邀請到 郝酸林告這部檔中 來向我們鄉親朋友公佈請測 我們今天邀請到這位郝酸林 他是現任的立委 而且非常不簡單的是 他在第十個立法委員檔中 他是唯一一位副業立委 比口袋國會並算於 5.7的郵件立委 我們現在就來歡迎 現任的立法委員 李錦玲委員 歡迎你 非常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非常歡迎委員到節目當中 我們越接近選舉 大家都知道 各種的文宣 抹黑造謠 或是不死的謠言 就滿天杯 然後民眾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那我想請當事人 現場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說明顯示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最近我們怡錦委員 到底你有被攻擊到什麼 你是要澄清哪些 來跟我們的選民做個報告 好 基本上當然我一定是不攻擊人家 我們說自己做得多好 然後我們替地方爭取多少建設 那都做不完 那現在是李全教 都一直說 我說他是假博士 對 好像有聽到這樣子 對 可是說真的 我完全沒有理會這件事情 我對他是不是真假博士這件事情 我完全不想理會 你覺得不重要嗎 對 對 因為他還有其他相對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 所以這件事情我根本沒有抹黑他 而且我們那區還有其他的 想要選的參選人 那那個參選人 花很多的 像說口罩上面的文宣也好 或者看板也好 其實是在指指他 這個類似博士是假的 是 那可是他不去說 罵那個人 可能那個人知名度太低了 對啊 知名度不夠 所以他就把這個帽子扣在我身上 是 是 他說是我公他是賈博士 這是天大的冤枉 因為我是真的沒有理會他 我覺得這太無聊了 對 所以你絕對沒有做這種事情 對 反倒他潑我髒水說我說他 而且我們服務處的傳證機 也有接到說 他是賈博士這樣的一個指控的傳真 如果今天是我要指控他 我的服務處怎麼還會接受到這種傳真 所以說這個真的是莫須有 所以我覺得目前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最荒謬 也是最好笑的 對 就是你沒有去抹黑攻擊他 然後反而他說你在抹黑攻擊他 對對對 所以這一點就跟我們的選民朋友 來做個澄清嘛對不對 對啊 讓人家講說 你其實是希望說這個 我們的選風應該是要乾淨一點 大家就是公平公正來選選 對就是說你告訴選民 你未來想要拿地方選出什麼建設 那你過去做了什麼地方的政績 我覺得這個比較是一個比較正向 正能量的選古的方向 對 對對對 然後什麼是不是賈博士這個 可能就是 現在大家一查就知道嘛 是不是博士什麼之類的 其實他念了那一所學校 美國的學校其實我們找不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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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有聽到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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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在講說 呃 你剛剛自從動選之後 都沒看到你的人 你人是早一點 你都沒在學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你頂親一下就好了 呃 呃 其實是這樣 呃 呃 我專門了 因為以前我當了六屆議員 對 所以我其實那時候上班的地點在台南 嗯 對 所以其實呃 呃 台南議會啊跟那個地方喔 對 議會的地方其實這就是 很接近嘛 對 那可是現在是 你台 你上班的地點在台北 對啊 可是你知道立法委員問政很重要 嗯 而且說真的 我一直齊虛我要當個好立委 是 怎麼當個好立委 他也一直這樣子 頻頻這樣尊尊教會 所以我其實一直把他說的話 一直記在心裡頭 所以我台北的問政 嗯 其實我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所以才會得到那麼多的肯定 對 不管是公都盟 口袋國會 嗯 我已經得到了八個獎牌了 八個獎狀了這樣 對 我才七個會期 有得到八個獎狀 嗯 那呃 可是地方上 我每天幾乎都坐高鐵 嗯 我幾乎每天是兩班高鐵 來回 來回 每天來回 有時候甚至一天坐到三班高鐵 嗯 那所以其實 幸好也有高鐵作為交通工具 對 那回來台南 當然有 就是服務 對 在服務處接受服務案件的陳情 嗯 不然就是去地方 呃 跑跑湯 嗯 和八個獎勵 不然就是 你聽八個獎的意見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其實 我這四年來其實是 一直在地方中央 地方中央在穿梭 嗯 所以他說他看不到我的人 是因為這四年我們也看不見他 因為他被關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他被齒羅公權啊 嗯 所以其實是他沒在地方 嗯 那反倒他說我沒在地方 那這就好笑了啦 嗯 那特別是你去問地方的每一個 里長也好 校長也好 特別是我在教委文化委員會 我替學校爭取的就是說 老舊廁所的改善 對 我們學校的跑道的PU跑道 幾乎每間學校都做了全部的更新 嗯 還有斑斑有冷氣這件事情 是 是我上任之後一直迫 到蘇貞昌拍板 嗯 決定全國都要做 嗯 然後全國都要做 你不是跟他一起去就好 你要全國的學校先做電力改善 是 是 因為你 你如果跟他整天氣而已 他那個電力負荷不夠 會跳電嘛 嗯 所以一定要說先做整個電力改善 做完之後才去裝冷氣 這個斑斑有冷氣這件事情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政績 這個事情真的也是我 很大的推波助來下才有 因為台南那種 夏天 真的很熱 你在教室裡面三十幾度 對 你三十幾度的孩子 你說孩子 小孩子 要怎麼認真聽課 對 真的 老師教授也辛苦 嗯 所以要吹電風 那個三十幾度的熱風在那裡吹 所以 吹得如呼昏欲睡 現在孩子在家裡都有吹冷氣 對啊 你去學校沒有冷氣可以吹 那個學習效果會很差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斑斑有人氣一定要處理 對 這很重要 對 所以我覺得是 我台北 台南這樣子奔波 然後其實 對地方的會堪協調 討拐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看得到我 只有李全教看不到我 沒有 那是因為 他在其他的地方 對啊 所以就是你做立法委員 你本來就要去立法議員質詢嗎 有些法案的推動 也是要在台北 要在立法院啊 對啊 所以其實到底有沒有成績 大家去看看就知道啊 那剛剛講的這個斑斑用冷氣 然後在教育方面的 一些跑道啊什麼 真的很多學校都是 真的很感謝怡經委員 對啊 這對小孩子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對 那當然地方的建設 當然也不只說學校啦 因為我剛剛是在教文化委員會 那像說文化的部分 坦南是古都 我常常是做很多跨區的工作 就是說你中西區有很多的古蹟 我要爭取一些這個文資局 爭取很多的修護的經費 其實我也都很願意 因為只要台南市的一些 需要這個文資局幫忙的 因為地方的經費有限嘛 對啊 那當然像我永康 新化也有很多的古蹟 沒錯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都會透過這個 爭取的經費來做一些修護啊 像說我們的總圖 總圖其實也不是只有全部都是預算 也有重要預算來抑注 然後我們的社交中心最近剛改建 改修完成 然後這個中間其實 重要的經費也是非常多來抑注 然後把它重新改建成一個 比較好的這個研議空間 所以其實喔 我從中方爭取真的很多的經費 這個爭取經費 不是說我們在中央說什麼就好 我們其實是要在電影會上 知道說他的事業是在哪裡 不管是學校 或者是說所謂的文化設施 包括我們的道路 北外環 我們的鐵路地下畫 我們的像說台20線 就是我們中山南北路 我的永康 台20線那個要中央 那個先公路 古早的先公路 那是中央管的 那不是地方縣市政府會讓空的 是 所以那個道路整個要把它鋪平或抬一線 那個都是需要我們去努力的 對 對啊 所以其實你看喔 真的是被評為很多項 就是優質立委 這個他們不敢亂評了 亂評他們那個就倒了 對會被人家罵翻 那個很難拿到耶 對很難拿到 真的真的 對啊 尤其我剛講那個口袋國會那個 唯一一位這個 哇 區域的立法委員喔 他有辦法進去變評為五顆星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他評的時候 就是每次到第六會期 很多委員 他們就開始要拚一個選顧 所以他們變成說 他們就沒有很認真的去質詢 都去拚選顧 但是呢 為什麼儀經委員可以得到喔 他這是唯一一個 就是他到第六會期 他不只拚選舉喔 他另外還有顧好他立法委員的工作 對不對 對啊 第六會期還要省預算 嗯 是預算會期 那通常喔 一些區域立委都會 他該想要發言的 他說一說 他就走了 他就走掉對不對 對 可是我會從頭審到完 因為我覺得這是立法委員 應該有的職責啦 對啊 然後或者是說審法案也一樣 其實我們這幾 這一屆其實通過很多 很有 對民眾很有利的法案 像說黃牛票 喔 好 對 上次那個不是那個 那個韓國那個 對 一張喊到40萬耶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我們要 怎麼要杜絕黃牛 對 所以我們就要制定法案 所以我們文化部的那個法案 那個黃牛票的法案 確實就通過之後 對 現在你只要這個買賣黃牛票 那個被處罰 還有刑事的責任 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遏止黃牛 就是實際上又修法 那個修這個法 其實第一個我有提案 所以我會從頭呆到尾 修法完成 然後拿著那個法案 然後拍照留戀 然後就覺得這個是一個歷史紀錄 對啊 所以我是會花很多時間在立法院 是因為我覺得有責任 應該審預算也好 審法案也好 是應該從頭到尾這樣 對啊 所以你看 全部被評委 評為這個五顆星的 只有這個區域立委 只有宜錦立委 那其他都是不分區的 因為不分區 他沒有選票的壓力 他不用回選區 對 那有選票壓力 就說我快出來簽一名 開一名 我就快跑了 所以從頭到尾 真的你看 為什麼會被評委 這就不簡單了 所以我們大家來看 說這次這樣的評選 我覺得對你也是一種肯定 真的很大的肯定 我也覺得說 有拿到這樣的殊榮 對 對相親有交代 對 有交代啊 所以大家就看 他這麼認真的分 你不用來走 我也肯定你就是當立委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你這樣子 會顧好很多的選票 因為大家也是希望說 我們選出來的立委 是有在做事情 對 不是你說那邊的事情放著不管 每次到第六會期 為什麼人都不見了 然後都跑回來評選舉 這樣子選民會說 那這樣也是很奇怪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繼續來講到 有關於這個選舉 然後我們說到這個選舉 總統立委這次一起選 那我們知道說 你的師父賴清德 賴清德這次要選總統 但是就是大家會認為說 台南其實就是他的本命區 沒錯嘛 對不對 好那之前就有日本那個學者 他有點名到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很莫名其妙說 為什麼會點台南是 這邊說移京委員跟賴慧元委員 你們兩個是有危險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啊 我猜是這樣啦 因為賴慧元有經過初選 那我是因為對手是李全教 那因為李全教基本上 這個他應該是所有的候選人最有錢的 最有錢 因為他賺很多錢 他在中國賺了很多錢 然後太陽能光電他也賺很多錢 所以有錢有資源嘛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他來勢洶洶 那甚至因為之前他選三區 裕景那一區的議員 然後也有選上 然後來選上議長 所以大家認為說 他只要想要選的 他應該都能達正 因為他上次選 他不可能當個陽春議員嘛 他上次選那一次的議員 就是想要當議長 議長 當然也如他所望 就當上議長 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他這個人 做事好像就是一定會達到目標 不罷休 所以面對這樣的對手 當然大家會替我擔心 對 所以在評估上 大家會認為說 我可能 面對那麼來勢洶洶 而且是很會選舉的人 很有資源 很會選舉的人 當然會相對危險 就覺得有危險 對 所以才會這樣評估 因為我們就說 奇怪為什麼 就是如果說賴會員委員 我們還覺得有點危險 那林怡錦委員 我們就是長期當記者來觀察 會覺得說 林怡錦委員還蠻穩的 對 那除非就是有出什麼怪招之類的 就可能會影響血 所以其實我們有看到那個 媒體在報導 因為每次選舉都會有一種 什麼賭盤之類的 對 人家說你女 你全高五千票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當然是賭 林怡錦委員會贏 但是呢 跟他只差五千票 那如果說 低於五千票 那這樣子就是投注的 會影響投注 那高於五千票呢 又是誰輸誰贏之類的 所以還說林怡錦 讓李全教五千票 你對於這個 其實有時候賭盤 他好像會牽動到整個選舉 當然 對 那這個部分你怎麼看呢 你知道嗎 一開始齁 就是 剛開始李全教說要參選 然後就開始放出 我讓他五千的這種賭盤的豐盛 你要知道 我上次喔 第一次參選立委 我就是 四年前 其實我是拿到22% 贏22%的選票 對 你那時候是 113046票 然後那時候 國民黨的林彥柱是 71052票 對 然後我贏 我贏四萬 將近四萬二 對 將近四萬二 對 那所以我贏 將近四萬二 這樣的一個基礎下 他竟然說 他說我只讓五千 就等於是我只贏五千 他竟然要塑造說 我行他賭到賭了 對 就是說差距差不多的感覺 對 落差只差在五千票 拚一下又可能會贏上 不然喔 壞獎回來啦 如果說他一出場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也算賭掉了 對啊 那當然就沒拚了 對 沒錯 所以他營造那個氛圍 說連賭盤都開說 林彥錦讓五千而已 對 他就說 可是話講話 我很認真去找這種賭盤 根本沒有 沒有這個賭盤 所以是放風聲嗎 對 真的 如果有的話 對 大了就去買了 要不要再說一下 因為我們也不曉得說 這個賭盤要去哪裡買 然後這是會有媒體啊 對啊 就是聽到傳聞去報導說 好像開出這種 鑿鳥賭盤 就是我們 我們會去 拜託一些像說支持者 他們有熟識 對 完全沒有啊 對啊 所以我說真的 就純粹放風聲啦 所以我覺得 試圖要用賭盤去影響選情 經常要不得 對 那國民黨很善於操作這一塊 對啊 對 那有時候不能小看這個 有時候賭盤 就是如果有去簽賭 但是他現在沒有賭盤啊 那你覺得你選教的實力如何 我當然不能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輕敵過啊 對 不要輕敵 對 那他當然還有他的實力 是因為他 他過去確實在二十年前 他確實當過我們這一區的所謂的 複數選區的立法委員 還沒有變單一選區的時候 專家的關係是在哭的時候 他是把他做過立法委員的 對 他把他做過一天哭了 然後一天部分哭了嘛 對 對 所以不否認二十年前這裡是他的選區 嗯 可是二十年了 對 他斷層也二十年了 其實政治生態都改變了 然後中間又有一些司法案件之類的 對 都有影響 所以我是認為當然啦 就是說 可是他還是有二十年前的他的老班 他的老脈絡 是 他或者說有一些人欠他一些人情 他真的就是一直在找那些人情票 就說 你有我過去有的在訪問喔 來去收聽啦 準備要選 類似這樣 他其實是很認真在佈這個局 嗯 很多人都跟我說 接到他三通電話 四通電話 五通電話 嗯 甚至 他親自去拜訪他 所以他一直在找這些 他以前熟識的這些老朋友們 是 對我來講當然有差 就是說他那麼密集的拜訪 密集的聯繫 那很多人齁 你知道台灣人就這樣 有的就是礙於這個面子跟人情 面子跟人情 對 對 人家來把我們鞭這麼多改了 沒有 沒有 記者 他就不敢公開聽我 嗯 嗯 對 對 你知道我意思嗎 至少他就有 沒有辦法公開聽我的這個壓力 嗯 所以當然這個一來一回就有差 一定會有差 對 有的人可以公開聽我 那變成他假設是 那別人看到他挺我 那也會跟著挺 跟著挺 對 可是他現在不能公開挺我 嗯 那 那就 也是還是有票還是會有些差 會會會 所以其實我一直對於這一局 還是很戰戰兢兢 對 真的真的 嗯 就是有信心但是也不能輕頂 他真的是一個還是一個還蠻厲害的對手 對啊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選舉啦 就是沒有票開出來之前 大家都是要很小心 欸當然當然當然 我覺得這個政局瞬息萬變 嗯 對啊 然後這一次台南市其實之前啊 發生很多治安事件 對 包括這個88槍的啦 盧沙案啦 然後光電等等的 你覺得這些對於說 總統跟立委選情會不會有影響 這個就是喔 國民黨一直在扭曲 然後在這個 侮辱台南市 這個所謂的文化古都喔 嗯 其實台南市你還記得 在賴清德當市長的時候 台南市的那個 每個市民的光榮感很強 嗯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市政滿意度的評比 都是名列前茅 對 那賴清德都是五星級的市長 沒錯 而且那時候因為賴清德很積極在推銷台南 所以那時候我們覺得觀光客 對那時候開始越來越來 嗯嗯 台南市現在你如果 拜六禮拜你趕去市區 嗯 你也客人對不對 對啊 這是觀光客 所以我覺得台南市其實在 賴清德當市長的治理之下 台南市變得還蠻脫胎換骨的 而且台南市整個知名度能進度打起來 嗯 那賴清德的為人處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嗯 正直 然後清廉 對 那所以我想這個這樣的一個 把這個城市也塑造成這樣一個城市 嗯 結果成幾何時開始玷污台南 那可是你看啊 現在其實都抓到兇手了 嗯 88槍的元凶的主謀 其實是王文中 對 就抓到了啊 現在這個是司法可以檢證的啊 是 那王文中跟誰最好 李全教 那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說 嗯 你從經濟部登記的這個營業登記來看 王文中跟李全教 一起在中國開公司 嗯 當初他們在那個 馬英九在開放ECFA的時候 他們在做師母語的契作 嗯 做師母語契作的時候 他們要有公司才能跟對岸做生意嘛 對 他們就是開一個海燕公司 嗯 海燕的總裁 就是李全教 嗯 然後董事長是王文中 嗯 這就是他們做的合作 對 合作關係 而且好 這不只在中國 這個海燕公司喔 在台灣也是啊 在台灣其實 在學甲 開個學甲水產公司 董事長是李全教 嗯 開個學甲食品公司 董事長是王文中 嗯 啊 反正他們就一直在做這個 薩肉肥的這個生理 嗯 航對花的生理 是 所以賺很多 在中國賺很多錢 嗯 因為薩肉肥的館 都向王文中做合作 你說 我今天我向你不好 我向你做生理 嗯 向你 我掛總裁 你掛當事長 所以王文中 你全教得最好 那你還看 他們在做 我們這是一個 黑金的蝦基 八十八槍 八槍是王文中 他們指使開的耶 嗯 所以 就是說 做策劃而已 就是這種的 對啊 所以 所以 是他們在玷污台南市 這個城市 在侮辱台南市 這個城市 這個美麗的城市 對 所以這些治安事件 就是說需要把它說明清楚 對 我們的鄉親 要到底了解 才不會去影響到選情嘛 對不對 是啊 有些民眾其實是一知半解的 只聽到說媒體都在報 哇 八十八槍 大家聽到八十八槍 到現在都還人人上口 說 台南市就是八十八槍的啊 八十八槍是國民黨 對 結果大家那個時候 從一開始聽了 然後後續他就不了了之 對 被開的 當然被開的 被開的是 可能比較親律 可是是國民黨來開親律的耶 對啊 受害者是親律的 然後那個 對 那個加害者是國民黨 所以 對 他們故意去扭曲這個事情 那還有很簡單的兩句話 然後就說 台南市因為八十八槍 變成是一個黑金城市 我覺得 台南人何故啊 對啊 所以有些啦 就是說後續的報導 我們觀眾朋友 也是要看好清楚 對 我們看了頭前後面沒關心 今天記得頭前 就搞錯了 對 所以其實如果講清楚的話 其實 這些事件並不會對 就是這次的 民進黨方面的 總統跟立委 選情造成影響 當然 當然就是要試著 透過媒體 那試著要講清楚 因為很多人 都透過網路啊 得到那種網路假訊息 那一直半解 對 那就會有那種 陰媚局 對 就是說台南現在變黑金城市 這個是萬萬要不得 所以我們真的要想辦法去跟大家澄清 對 把它澄清啦 好 其實我們台南市由2008年開始 全部都是民進黨全雷打 那你覺得說這一次也是會全雷打嗎 我覺得是一定要全雷打 一定要全雷打 然後台南市賴清德的本命區 對 那也因為賴清德是總統候選人 那台南跟他的連結度又那麼高 台南真的不能漏氣 因為台南也是漏氣 因為人家說這個賴清德的選情 某個程度也岌岌可危啦 任人講是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每個立委 都要顧好自己的這個選情 不要說贏啦 我們都希望每個六個立委 除了全雷打以外 都還要大贏 替賴清德打底打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使命 對 所以其實除了立委選情好的話 可以增加這個總統的票數 那另外就是總統他的聲勢好的話 其實對你們就是母雞帶小雞的效應 對你們來講也很重要 那我們知道說 你跟這個你的師父賴清德 那你就是這次競選主軸 有打出這個信賴台灣與景同行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你這次選舉啊 最主要的政見跟你的主軸是什麼 當然我的主要 我覺得因為我永康齁 永康新市新化當然分別 有不同的這個社群 對 可是我覺得青年政策這件事情 青年政策 對 是絕大部分 就是貫通這三個區域的 是 因為南科現在 新市有南科 對 那當然每個地方都有青年 那所以我覺得青年政策 我覺得這次是我的很重要一個主軸 那青年政策當然涵蓋的面影很大 包括你怎麼樣讓青年這個好就業 讓青年好居住 對 讓青年無後顧之憂 所以長照也很重要 因為長照之於青年 長照政府把長照做好 對 青年是不是就有喘息的機會 對 好好的去拚經濟 也不會負擔很大 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都是連帶 由青年政策去發展出居住正義 去發展出長照政策 對 然後去發展出整個的經濟 整個經濟的發展 所以從青年政策去衍生各個軸面 這個軸向的一些政策這樣 那當然我覺得要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這個城市 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就如同賴清德所講的 台南是一個適合戀愛啊 對 這個 結婚生子 對 好地方 我們就真的要成為這樣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的愛面面俱到 老的要顧得好 年輕人顧得好 對 小孩也顧得好 但是我說對青年 因為青年他會有 他會會有孩子 嗯 青年會有父母 嗯 所以說從青年這一塊去出發 對 就可以兼顧整個層面 對 長照也好 或者是孩子 托兒育嬰也好 那這個都是政府 現在民進黨政府正在努力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繼續push 它的執行度 因為其實長照2.0 現在賴清德要推長照3.0 好 那我們本來 蔡英文總統說 0到6歲國家一起養 嗯 現在 哇 他要幫你養到台下 對 幫你幫忙 就是說 為什麼要怎麼幫你幫忙 嗯 包括 我們的國中小 這個學費 本來 我們公立國中小 本來學費的幾乎是免費的 對 你只付一些雜費 然後高中 高中職也免費 嗯 然後到大學 我們幫你 公立大學的學費本來相對少 對 那現在就是在市立大學部分 他要給你做補貼 補貼到你負擔負擔的程度 跟負擔公立大學差不多 差不多 對 這樣就差很多 對 然後他有租屋津貼 嗯 你小孩 台北大學在北部嘛 中北部 說這個租屋津貼怎麼樣去幫忙你 租 你在外面租房子 那國家補你那個租屋的津貼 那這件事情我在立法院也很努力 就是說 本來啊 這個政策是好的 可是你知道 有些官僚就是這樣 欸 就是審核你 可不可以 來 來 符符符合 給那個審核期 可以來殺各位 對 就很長 掌託很長 欸我一次是請一頓喔 嗯 因為我只讓你審核就審核各位了 好 因為我是這個時候可以唸多少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後來我們就是 因為這個我的這個push 然後政府也從善如流 現在就是從開始送件 只要你送件通過 對 就回溯到 回溯補助 送件的時候那個開始補你 欸這樣多了好幾個月 對 對 欸這真的是 至少補了三四個月 好貼心 欸差很多欸 差很多 所以等於是你 如果說一年為期的話 嗯 那我基本上我就是可以 整個年都領到租金貼 對 不會說我只領到七八個月 這樣差好多喔 對 所以這個都在努力中 那為什麼要努力這塊 也是要讓青年人比較好過 對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政府一直在幫忙 就是領到二十二歲這一塊 對 對 哇 所以真的是 宜金瑋園有在北部帶我們來打拼 嗯 那很多東西的爭取 可能我們很多鄉親不知道 對 那這些的話 它其實落實在從我們青年出發 照顧到老的 小的 對 那這樣子就整個都會有顧忌到 對 對不對 所以優質立委不是隨便亂講的 人家是有憑據的 好 那我們講到說 欸 宜金瑋園這麼優質 那其實長得也很漂亮 大家會想說 啊為什麼你都沒有男朋友 但是之前喔 我們聽說那個高嘉瑜委員的 哈哈哈哈 對 那個林秉書那個嘛 那個就是有爆料就是說 他那時候也追其他的女立委 啊你長那麼漂亮他一定有追你 有沒有傳聞有追你啊 到底有沒有 沒有 我跟你說 我是沒有感覺他追我啦 一點感覺都沒有 不過喔 林秉書是這樣嘛 大家事後檢證 她的那個 她的那個 招式啊幾乎都一模一樣 她一開始也是用那個臉書的訊息 傳訊息給你 用臉書的訊息 也有傳給你 對 傳訊給我 然後她會開始說 她非常欣賞這個 新潮流系出身的立法委員 是 她覺得我們喔 那個問政也好啦 那個地方服務也好 都很優質 她就來稱讚你 那你當然就會 喔 謝謝你啊 這樣這樣 就開始有跟她聊 對 然後她會 她會強調說 她會介紹書給你看喔 她說 她最近在正在讀哪幾本書 在凸顯她自己很有文化水準 對對對 這樣 她是這樣切入啦 所以你其實說真的 她確實也有念了一些書 所以 變成她可以從一些書 跟你聊一些事情 所以有時候說真的 我們有時候跑突然累了 然後回去 滑臉書的時候 看到她的訊息 登登來了 就會上去跟她聊兩句 就禁止於此 對 那有她有曾經說要來約見面 可是我印象中就是都是有 我有見過她一次幾次面 就是都是很多人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很多人認識她 她都用同樣的手法 對啊 她要讓大家覺得說 她認識很多人 讓你放下戒心對不對 而且她在跟我聊的時候 她其實也跟我說 她也認識 像說她也認識段依康啊 她也認識誰誰誰誰 反正她會跟你說一些 你身邊比較熟悉的人 說她也認識 她也跟她很熟 所以你就會對她沒有戒心 對對對 那其實我有去問啊 像說我有去問小段說 你怎麼借林秉書 對啊 她的方式也是一樣 可是 可是都是沒有 至少沒有惡感 對 但是也不是熟到那個程度 就是這樣而已 她就問那個小段說 你認識林移 她也認識林移錦 對啊認識啊 對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變成大家都認識這個人的時候 就覺得 都會覺得那這個人好像也不錯這樣 對然後 交友很廣泛這樣 對 可是幸好啦 其實我們就是都是 曾經可能大堆頭 大家出來約吃飯 就這樣 可是 後來 發生她跟高架人那件事情 我們才發現說 喔 合理她在 就是說 當然啦 她真的也沒有特別說 想要約我私下幹嘛 我那時候也沒有接受到任何訊息 是喔 可能是你的表現比較冷淡是不是 冰三美人 所以她不敢約 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自己也覺得很幸好 然後 可是後來常想 對啦 她應該的招式都是幾乎相同 就是大概類似這樣喔 好那除了她的事情以外 其實大家都對這個 漂亮啊 然後又很能幹啊 然後問政超好的優質立委 都會想說 那這樣你們的感情觀 到底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很難找男朋友 還是你眼光太高 對 你說年輕的時候有沒有男朋友 那一定是有啦 從學生時代 然後後來出社會 只是因為我很早就從事政治工作 就是說 我在大學的時候 學生運動嘛 對 那學生運動 所以我一畢業 我就去幫人家 輔選國代啦 立委啊 所以就一直在從政對不對 然後就進立法院當國會助理 是 後來就在中央黨部 就是一直在做政治的幕僚工作 直到賴清德在1996年 要請我回來台南 在他服務處的國代服務處當主任 是 於是我就回到了台南的政治圈裡面這樣 那當然後來有一些陰錯陽差 後來就去台南縣永康區 就我現在這個區 對 選議員 所以你看嘛 我從 如果說從我畢業1991那年算起 到現在2023 其實就整整了32年了 32年都在從政相關的 對 所以你看嘛 這中間當然一定有一些男朋友 不管是大學時候交的 或者是出社會 就是立法院的同事或怎麼樣 對 對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長久 或者是說 就是陪我到 要到現在 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會認為我們的工作 後來 因為後來我就投入選舉 嗯 你知道選舉的女性 最 最麻煩的是說 我們晚上我們來遭拖 對 我們很多行程要跑 那可是通常齁 台灣的一般的男性 他還是認為說 女性 他的另外一半這個女性 應該是要在家裡 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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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能很少男性 他可以用文說 他的太太 晚上都沒有在家裡 好 對 但是告訴我們老生的小孩 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在家裡 他每天晚上都在家裡 在家裡 在家裡 等太太回來 那就等於典型的 所謂的這個 男主內 女主外 對 這樣的男生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可是應該是少只有少 在台灣社會尤其比較少 對 所以 畢竟至少我沒遇過 至少說 之前跟我比較好的男朋友 到最後為什麼沒有結尾連理 我再猜也應該都是這個因素 就是說 我 他們覺得跟我在 就如果真的跟我結婚 那未來我們的家庭是什麼樣子 他很難想像 沒錯 其實一般人很難想像 對不對 所以 女強男弱的狀況 所以 你會覺得說 你觀察 除非 有一些是 還沒有從政他就結婚了 可是 你在看 還沒有從政就結婚了 其實 從政之後 離婚的也為數不少 就是比例很高 對不對 然後 如果說還沒有從政 就像我這種 就是 就一直沒有結婚了 從政之前 就是沒有結婚 那 你在從政之後再結婚 的比例也很低 就更低了 就更低了 就無同我剛剛說的這些因素 對啊 那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你很努力也希望看你幸福 陳曲 猜英文 對啊 當然這是比較老一輩的 你看我輩也好 其實有結婚的女生 真的也很少 對 也越來越少 所以你們就是其實這樣講起來 就是你們把自己都奉獻給選民跟政治 對不對 某個程度也是很無奈的這樣說 某個程度是 因為變成男性沒有辦法接受我們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只能單身 然後自己靠自己努力往前走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好 例如我們賺到自由 對 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我也不用再問另外一半 對不對 現在的女性啊 有些人覺得不需要結婚 對對對 然後我想要 我想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就是說 自由變成是我賺到的一個東西 另外當然就是說 我們也真的 當然會比較不胖 那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高貴 就是說 自己那麼好的天氣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自己愛過的選擇 這種就是自己要自己承擔 對 所以其實你也甘之如矣 因為選民其實就等於是你的男朋友了對不對 某個程度是啊 某個程度算齁 對對對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也是希望說 這麼棒的委員 我們也希望你幸福 但是幸福不幸福是自己在看 你可能覺得我現在這樣很棒啊 對不對 就是把自己奉獻給我的選民很棒 對 我們只是說 大家都非常好奇這個女立委的感情觀 那我們今天有聽到了我們怡經委員的心聲 那我們當然也祝福他 好 那立冠我們知道 怡經委員我知道你好像常在怎麼棒球的場合 壘球的場合看到你 你真的很喜歡棒球運動嗎 真的 我超喜歡體育的 應該是受我爸影響 我從 因為我爸爸以前是算國手 國手 他是跳高 跳高國手 那個時候還沒有背滾式喔 那妳自己會不會跳高 我當然不會 我爸爸是他高中的時候 他高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人還沒有發明那個背滾式 對 所以那時候是檢視喔 搖一個刷子 然後他就這樣子 跑跑跑跑 然後就這樣 這樣滑過 不是現在用背滾式的 背滾式可以跳很高 對 那他這個更厲害耶 對 那我爸爸那個時候是保持 那時候沒有區運 那時候叫台灣省運 省運 所以我爸爸是那時候省運的紀錄保持者 哇 厲害喔 對 應該是這樣說 我爸爸有運動細胞啦 所以我爸爸也熱愛體育 所以我記得我 小時候就常常半夜起來 跟爸爸一起看棒球 因為那時候像威廉波特啊 轉播啊都是半夜 對 或者是說半夜起來 我爸爸在看世界盃足球賽 我也跟著看 所以我很熱愛足球 也要熱愛足球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假設是足飛 像我是梅西米 阿根廷就是我的足球祖國 所以這是阿根廷的冠軍 yeah 對…很高興 那我的意思說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當然家庭 從小父母會讓我們 常常帶我們一起去運動 我爸爸最常帶我去棒球場看棒球 他自己喜歡橄欖球 所以他也會帶我去橄欖球場看橄欖球 是 或去看Tennis 我爸爸也打網球 你爸爸實在太厲害了 什麼運動都喜歡 所以也打網球 對 所以說 那我媽媽自己打羽毛球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應該是說 父母熱愛運動 對 所以會影響孩子 所以我們從小也都喜歡運動 對 所以即便說我自己的運動 我高中是跑步啦 我是跑八百一千五 八百一千 比較常跑的 我有代表嘉齊女中參加中上聯運過 對 那在大學的時候也參加過大專運動會 對 那即便如此 當然現在是因為你根本沒有再繼續做運動 所以當然這個就不行了 可是對運動的熱愛是一定有的 這個 所以我只要 像說 美國那個 世界大賽 美國大聯盟的世界大賽 剛結束嘛 對 那之前有空就摸看 像那個我們台灣的 像我統一師 我是統一師迷啊 因為這是屬地主義嘛 對 對啊 那在挑戰上就輸給樂天了啊 對啊 對啊 反正就是都會替我們的 我熱愛的球隊加油啦 對 然後都會撥空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還是興趣啊 你看呢有時候選舉有時候很煩 然後你看的這些就會心情特別愉快 特別愉快 而且就是相對的 你也會幫一些體育運動啊 爭取一些 對對對 像我 像我 我擔任很多 像我現在目前是 台南市慢速壘球的理事長 的理事長 協會的理事長 然後我現在也是電競委員會的主委 電競耶 電競而且我是創會喔 就以前我們單向運動會沒有電競 那電競現在已經是奧運項目啦 對啊 亞奧運項目 對 所以電競變很重要 電競不是只打電動玩具喔 它是一種競技 對 那所以我現在也當主委 那為什麼會找我當主委 其實他們就看得出我熱愛 對 我熱愛我會 你沒有熱忱 我會認真去像說去體育署爭取經費 對啊 去體育局爭取經費這樣 那像這之前我也當卡巴迪 對 這一次亞運大家都知道卡巴迪是什麼東西了 對 之前大家都很莫名其妙 然後這一次就知道 其實我在應該是 十年前吧 我就當卡巴迪的主任委員 也是台南市的創會的那個單向委員會的 這個委員 的主任委員 那個時候其實我自己也不認識卡巴迪 是中華民國卡巴迪協會的理事長來找我 因為他也在聽聞我熱愛運動 那時候我還是市議員 是 他就說他今天來倒退說 這其實亞洲很適合這個運動 然後他就拜託我當主委來推廣 對 我就 我就也面為其難接受 後來我就自己也發現 卡巴迪這個運動其實確實有趣 也還蠻適合亞洲人的 而且他這個東西是靠智力 佈局 還有這個體力耐力 所以我後來你看卡巴迪我們這次就拿了很好的成績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那個過去的累積 而且卡巴迪這次拿我們拿那麼好成績 很多都是我們台南出身的選手 只是到高中的時候很多都被新北挖角 台北挖角 可是國中的訓練 國小訓練都是我們台南訓練的 很多都是大橋國中 這個官田國中 官廟國中訓練的孩子 哇 當主委 真的真的 這些孩子也都如數家珍 對 哇 所以你看卡巴迪 然後我們的這個慢速壘球 對 然後又電競 電競這個真的是國際舞台很需要 對 你在走在時代的階段 沒有沒有我覺得運動就是這樣 就是多方面 然後我覺得每個人都要 我期待每個人都熱愛運動 對 因為運動真的會 就像台灣 台灣其實在世界上 當然現在我們台灣的國際局勢越來越好 我們跟美國 雖然都沒有邦交 可是跟美國跟日本跟歐盟 很多國家都是好朋友 可是體育這件事情 確實是可以讓台灣發光發熱 真的 像我們的戴資穎 我們的如彥勳 我們的很多 像王建民 這些人都讓台灣有能見度 對 所以我覺得發展體育這件事情 真的是可以拓展台灣 在世界的能見度 讓台灣跟世界接軌 所以體育很重要 對 沒錯 所以體育對移警委員來講 不只是休閒放鬆 他熱愛的啦 那他當然也會相對的去幫忙 藍白河這個議題 是 你怎麼看這個議題呢 藍白河 現在還在ING嘛 對啊 你覺得他合得逞嗎 我是相對悲觀一點 所以我看他在這一陣子的發展 其實一直在吵吵鬧鬧 而且沒有共識 就是說每個人各懷鬼胎 每個人各有各的盤算 連國民黨內都各懷鬼胎 好有他相的啦 跟主理論相的也不一樣 不一樣 對不對 柯文哲的相的跟他也不一樣 每個人相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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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麼合 就說 那個中心思想都不一致 合只為了一個叫做下架民進黨 對啊 除了這個沒有其他的東西 是可以相合的 你說理念也不合 然後實際上很多的政策面 你說他們的政策面 他都會做一致的相同的想法 也不一樣 特別是柯文哲 柯文哲我覺得這個人 其實就真的是最可怕的一個人 他就是談談打打 打打談談 那個毛澤東的傳人 所以你面對柯文哲 其實柯文哲 合跟不合 柯文哲都已經賺到最大了 真的 有合他也賺 不合他也賺 不合他就賺民眾黨的立法院職場 未來如果說真的 國會沒有任何政黨過半 他就是掌握話語權 掌握那個關鍵的少數 他要聽上的 要打破了 所以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柯文哲 對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啦 就民進黨來看 當然不是那麼希望藍白河 認真講 因為一些民調起來 就說藍白河就很有希望 可以打敗民進黨 可是喔 即便藍白河 我都覺得民進黨會贏 就算他們藍白河 你也很有信心 對 因為第一個 賴清德他已經開過六場的 所謂希望工程的這個 願景的說明會 等於是他的政権發表會 他被打破了 對 你看其他才有選擇 對未來的政権 國家的環境有說什麼 離離繞繞 對 人家賴清德是方方面面 很有方向的講出 包括內政 包括國際外交 包括青年 包括老人 包括小孩 怎麼樣去照顧 用什麼國家的力量去照顧 對 他都講得非常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真的是準備好了 那我覺得選民 其實是有智慧的啦 嗯 而且話講回來是 如果真的是一對一的話 賴清德也早預定好 就是一對一的打仗 嗯 對 我們怎麼可能一開始就想說 啊 三腳剛好 對不對 不可能是這樣啦 把他設定到最高規格 對 一定是這樣子 嗯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一對一的話 對民進黨的立委也未必不好 嗯 就是說會凝聚大家的這個士氣 嗯 對啊 大家反正就是 欸 反正就是破釜沉舟啊 嗯 對不對 對 所以我感覺 其實 團結一致啦 當然就是民進黨的最大理念啦 嗯 就是2024團結一致 嗯 那我們都是台灣隊 所以我們怎麼樣佔贏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台灣本土政權 對抗中國政權 因為藍白河最大的操縱者就是共產黨嘛 嗯 共產黨最習慣藍白河 真的就是共產黨 這是一個屬性的啦 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 嗯 如果說希望台灣維持一個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嗯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項啦 嗯 如果是現主席 我們這個民主主義的方式 就是我覺得 真真真真 要一次 熱選項 我們這個 台灣的本土健康 嗯 至於藍白合不合 當然這也 也非我們所能掌握 對 對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繼續看下去 嗯 對 選民也都在看啦 但是怡經委員覺得說不管藍白合不合 你們都有信心 對 嗯 都很有信心 好 那後續的話其實剩大概兩個月嘛 你們後續有沒有什麼樣的造勢活動 或是你要怎麼樣去選舉 有特別要去找什麼 當然啦 因為 11月4號 賴清德的第一個台南市的經營總部 就要成立了 是 因為我們縣市的經營總部陸陸續要成立 那第一個成立的就是台南市 就在本命區 對本命區 早上在台南市 下午在新北 是 他的故鄉 所以 所以我們就有步驟的 一個一個縣市政府 縣市的這個 禁總成立 去成立 當然像我們立委也是陸陸續續在成立 我的新華禁總也在上個禮拜天成立了 那我再來 可能是11月25 是新市 新市 要成立 那12月 對 可能就是永康成立 就永康 對那12月什麼時候成立 還要等賴清德的時間 那場賴清德會來 對 我們看很多活動都是你在大型的 總統什麼都是你當主持人耶 對不對 對 應該是這樣講啦 就是說我從2001年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陳水扁2000年當選嘛 那2001年他組一個叫做 世紀首行助選團 就是他開始去抓一些他覺得會主持的年輕人 對 一個所謂主持人的團隊 然後到全國到處去服選縣市長 是 那時候因為他當總統了嘛 陳水扁 他希望管市長 民進黨可以拿這麼多選 我那時候就是叫卓平總選的那個 主持人的團隊裡面集中一個 所以我已經2000塊一年就開始在14級主持 對啊 我就看很多場合有你在那邊找 真的是真是很棒 因為是這樣啊 當然就是說 因為在我之前更早當然就是 菊姐 對 陳菊 因為陳菊現在當監察院院長 他也就已經退出政黨活動 他也不能主持了 那所以變成我輩 要擔起這個大棒的責任 對 當然我覺得我們該訓練下一輩的 其實也有一些年輕的主持也不錯 對 可是你知道啊 有時候大人就會覺得 大重的 我覺得對我還是比較有信心 有啦 像我們算專業主持人 我們來看就是說 你主持還是跟他們有差 還是非你不可 對 像1月4號也是我耶 在台南市進種 對啊 一定的啊 一定是找你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對我來講啦 因為我自己在選舉 我都常跟他們說 我在選舉 你不要一直叫我去外國市主持啦 對吧 第一 我還叫我對手好做 說我都沒有在顧電影選舉 都去外國主持 不過我這次有顧大共耶 不會啊 我覺得你真的會加分耶 我是為了民主金木塔在努力 對啊 有 有 這有加分的啦 對啦 可是我儘量 儘量在接近台南的縣市 儘量去幫忙啦 那你說去台北 宜蘭 台東花蓮 那個對我來講 那個一期就一天啊 那我當然就會比較 所以我儘量 因為選舉接近了 我也儘量真的要在地方上 讓地方的幹部看到我 對 然後跟我一起同甘共苦 所以我儘量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就說 你也有能力 像屏東 高雄 我也有能力 我還是會去幫忙啦 對 對 雖然是幫忙 但是你主持得很好 其實把那個整個聲勢啊 氣勢跟選票都吹出來耶 對啊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也吹出你自己的選票啊 當然沒有 在別的縣市吹不出我的選票 可是吹出賴清德的選票是重點 對 對啊 幫我自己的老老闆喔 把他的酸鹼顧水起來 這也是我的建立嘛 所以這也是怡景委員的 另外一個專長的主持 這一點真的要好好稱讚一下 好 那我們在節目的最後啊 我們怡景委員 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我們的選民說的 我相信 今天離選過兩位啦 那真的希望說我們台南的鄉親喔 看在過去其實在台南市 賴清德當市長的任內 怎麼樣把這個台南市這個城市 治理得那麼好 然後讓台南市民走路風 非常有光榮感 那我相信台南市能治理成這樣 國家 台灣這個國家 如果讓賴清德當總統 也一定能讓台灣喔 成為一個安居留業的好國家 然後讓賴清德成為五星級的總統 所以我是拜託大家 一定要全力支持賴清德 讓賴清德喔 可以順利當選台灣的總統 那也確保台灣的和平 也確保台灣的經濟發展 那當然我想也請大家這個 社會連盤 愛無疾無 是 支持賴清德的好朋友們 也請大家支持怡景 讓我有機會 繼續在國會替大家問 替大家爭取更多的這個權益跟福利 我會制定好的政策 來服國立民 我也會制定好 爭取更多的建設 來地方建設 讓地方發展 那反正立委該做的事情 我一定用全力以赴 可是我希望我有機會 可以繼續有這個位置 替大家來努力 所以期待我們台南市民 所有的好朋友 特別是永康新市新華的朋友們 支持怡景 支持賴清德 賴清德一票 林怡景一票 拜託大家 非常感謝怡景委員 今天很開心可以訪問到這個 五顆星 五星級的優質立委 林怡景 再次謝謝余景 謝謝 謝謝畢淳 謝謝 大家好 拜拜 拜拜 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市民市場直播在這裡更多樂 我們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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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